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炎 全曼代 为家放 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 世代留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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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备厅是执行机关 陈真七年前在上海已经判了死罪 当时政绩缺错 怎能抵赖 所谓铁正如三 岂能翻案 不错 陈真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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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真摆 陈真 嘿 你马上到上海把那份文件取来 嘿 有了这份文件 他一定得死 二叔 二叔 冬军 乖 二叔 是不是除了一公以外 没有人能救我叔叔的命啊 他让你交凶手 你怎么不交啊 我也不清楚 你怎么不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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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十岁的人了 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想靠他传宗接待 但你们清误会的人 就把他杀死了 弄得我龙家绝后 陈琛的事我可以帮忙 但你们必须把凶手交出来 他到底是谁 你说 你们清误会的人 个个都是敢作敢为的 我曾经发过誓 要把凶手的心挖出来 击我的儿子 能否如愿一场 就看你了 就这样 东君 东君 老板 你还没见着我那个小孩 谢谢 师父 先生 您坐车 你整天都在这儿吗 有没见着一小孩 是啊 我在这儿等生意 那你没见着一小孩 从茶楼里出来 小孩 对 是小孩 七八岁的样子 这么高 你说那小孩 你见过 是啊 他刚才来叫车 他到哪儿去了 他说到回龙街 龙宫外 一公 陈辰叔叔把我一手拉扯大 他现在有难 我们应该去帮助他 仁昌说 男子汉大丈夫有恩必报 陈辰叔叔对我有养育之恩 如果你不去救他 真是忘恩负义 东爵 这些话 是不是陆大安教你说的 是不是陆大安 让你来找我 不是 我到这儿他不知道 东爵 你既然叫我一公 你就住在这儿好了 我负责供你读书 不过大人的事 你最好不要管 知道吗 我别的事都可以不管 这件事我一定要管 如果你不帮助他 我就不认你这一公 陆大安教授 大先生 干什么 下去 大人叔 东爵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陆大安 你想清楚没有 我想得一清二楚 那么谁是凶手 是不是刘震生啊 只要你肯出来作证 证明凶手是他 我去找他算账 同时我也可以想办法去救陈真 你说啊 说出来就不管你的事了 杀你儿子的不是刘震生 到底是谁 是我 是你 对 有种 有种 其实我早知道是你干的 只是想让你自己说出来 据我所知 刘震生 他也是有一份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件事 不管刘震生的事 是我做的 好 想不到陆大安 还是一条好汉 龙老爷 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那你当初答应的事 还算不算数呢 我说话算数 不过事成之后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你放心 我陆大安知道该怎么做 好 来人 到 马上给我订章去上海的货车票 我要去上海 是 什么 龙老爷 我师兄在北平要被枪毙 你却要去上海 我答应了的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不用你教我 龙老爷 我答应你一命献罪 你可不要拖拖拉拉 害了我师兄一条命啊 这件事我都不急 你那么急干什么 我答应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那你办不成呢 我龙某人要办的事 就没有办不到的 如果我救不了陈真 我和你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还有 你可以把我的笼字倒过来写 放心了吧 好 一言为定 我到底 ditch消失灭你的 你修zy 我 которая想要付这东西 我把我 gat拿了 走 你 我梦 龙海 波 我 Gol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自始至终 我父亲对你都有偏见 现在你投靠了左腾霸川 他就更看不起你了 你别误会 我之所以投靠左腾 无非是想救陈真 想不到 左腾抢先一步 把陈真交给了警卫厅 这样也好 陈真留在警卫厅 她会更安全一些 既然这样 你现在可以离开左腾了 我现在就更不能离开她了 只有留在她身边 才能随时得到陈真的消息 你说的也有道理 陈真是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才落到这个样子 如果你能帮着她 就帮下去 她是我的朋友 只要我能办到 一定会帮忙 真不可思议 有些中国人明明可以救她 却不帮她的忙 什么 中国人 有人可以帮助陈真 对 谁呀 你爸爸 我爸爸 对 左腾有很多事 要求助于她 只要她肯说服左腾 旧尊真就一定有希望 老爷 曹剑南 去花园了 去花园了 找遍全家都不见她 冠家说她去了法堂 我到法堂也找不到 你们几个是不是串通起来骗我 不敢 老爷 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爸爸 您找我 你去哪儿了 出去散散心 是不是又去找那个柳生静云了 现在东阳人和中国人关系搞成这个样子 你整天还去见她 中国人的面子都让你丢尽了 不错 我是去见静云了 不过是为了帮陈真 我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 你想想 静云是东阳人 还帮着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却不去帮陈真呢 陈真的事我东奔西跑 出尽了力的 要不然她怎么能够移交给警备厅呢 现在警备厅已经判了陈真死罪了 她以前有罪我无能为力 爸爸 陈真是无罪的 警备厅要判陈真死罪 是东阳人的压力才这样做的 难道 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 被人冤枉 我们见死不救吗 我能把她交给警备厅 已经是尽了力了 爸爸 您只要肯帮忙 您是会有办法的 我只不过是个商人嘛 现在陈真的师弟 已经去天津 请龙师长来救陈真 陈真 一定有救 如果能请龙师长出面救陈真的话 那陈真一定会有希望的 但她的刑期只有三天了 我怕龙师长赶不到 爸爸 您帮着想个办法吧 原水不解尽渴啊 怎么才能救陈真呢 现在在北平商界里 您是有一定影响的 东阳人也要给你几分面子 救陈真 可能没办法 但拖几天 还是有可能的 好吧 我尽量想个办法 我进 白杆二两 给这先生拿二两白杆 柳生静云 你个无耻小人 我们中国人最重江湖义气 你们东阳人也有武士精神 陈真敬佩你是个英雄 把你当成朋友 想不到你身为武士 竟然贪生怕死 卖游求荣 像你这样的武士 还不如一个蚂蚁 所以说 非我族类 齐心必一眼 别近了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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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無管 怎麼樣?市長 陳真濤, 七年前已經死了嘛 你們再問我, 也是怎麼回事嗎 你別炸我, 陳真根本沒死 她的確確要死了嘛, 請你們相信我 但是我們在北平, 又抓到一個陳真 這幾年你假公祭司, 陳真的所有證據, 我們都已在手 你想混下去, 我看這辦不到 市長, 如果我們把這件事, 呈報給中央政府的話 你這個市長, 還能繼續擋下去嗎 那你們想怎麼樣? 官市長, 我們不會為難你的 這一份, 是你當年放走陳真的文件 你在上面簽個字 怎麼? 看清楚了嗎? 千哪 千不欠 我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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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市長, 還是使務 好, 我們走 是 進來 老爺, 有位龍市長要找您 請他進來 請他進來 市長, 好久沒見了 是啊, 好久不見了 你怎麼有空來上海, 也不通知也是 我好派車去擊你 唉, 自己真客氣什麼 請請請請 好好 市長, 我這次來上海, 有一件事要辦 還請你幫忙啊 有事儘管吩咐 是這樣 七年前, 你不是把陳真已經槍決了嗎 我想請你把證明陳真已經死的文件交給我 哦, 你現在要拿這份文件來證明陳真已經死了 對吧 不錯, 因為陳真在北平 被東洋人抓住了, 交給了警備廳 馬上就要執行槍決了 我拿到這份文件就可以證明陳真已經死了 現在這個陳真的不是當年那個陳真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給他定罪了 沒有 怎麼啦 怎麼啦 剛才一戶東洋人硬逼我在文件上簽字 證明陳真已經死了 現在拿這份文件有什麼用呢 老爺 佐藤先生來見你 請他進來 是 徐先生 又來拜訪你, 不會介意吧 請坐 請坐 佐藤先生, 請喝茶 好 老爺用茶 嗯 徐先生 今天來, 我是無事不登三寶店呢 哦 我剛剛接到一大批訂單 要限期取貨 我一時沒那麼多棉紗 不知你能讓我點嗎 佐藤先生 你的廠那麼大, 棉紗都不夠用 那這批訂單的數量一定很大咯 可不是嗎 還差五萬磅的面紗 五萬磅 説我無能為力 徐先生 我還沒說完 你就這麼快封口了 好 你說下去 因為這個數量太大 如果有我出面訂貨 一定辦不到 我知道你和這裡的周虹有些交情 如果有你出面訂貨 七天內五萬磅棉紗一定能辦到 在七天之內 五萬磅 我辦不到 徐先生 相信你一定有辦法 你知道不知道 陳真的案子 已被警衛廳判了罪 陳真的事和我做生意沒關係 我們不要講題外話 老實講 這筆貨到時我交不出 要賠很多錢 你就幫我一下 唉 為了陳真的事兒 我的心情很不好啊 所以連談生意的興趣都沒有了 徐先生 我想不會 我們不妨攤牌獎 你要什麼條件儘管說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也向警衛廳施加了壓力 將陳真一案未經正式審判就定了罪 我覺得很不公平 陳真的案是證據確鑿 就算正式審判 結果也一樣 我看未必 我們已經派人到天津 將陳真的案重新審判 現在我只希望佐藤先生 告訴警備廳 將陳真的案拖延幾天 那麼你想延多久 七天 好 我可以向你保證 七天內陳真一定沒事 你可以和我訂貨了 好了 我答應你 請您 拿合同給徐先生看 徐先生請看 如果沒意見就請簽字吧 嗯 這條不妥吧 在七天內交不上貨者 要賠上十倍的貨錢 這只不過是手續 到時真的交不出貨 我也不會讓你賠那麼多 尤其是以徐先生的面子來說 不會辦不到的 我沒有辦法 你也不想要賠上貨人 我們要請你去做的貨錢 是否要的貨錢 你能貨錢嗎 你必須要貨錢嗎 我願意貨錢 这个人本来是不那么容易上当 这件事能一举两则 既能做生意 又能救陈真 他当然同意了 曹队先生 如果到时他真的交了货 我们真的放陈真 没那么容易 我只不过给他一点甜头长着 到时还一定交不出货 都一整天了 也不见大恩回来 真急死人 可不是吗 就算没结果 也该说一声 大恩回来了 大叔 洛大哥 行吗 龙老爷答应救陈真了 没问题 那也要一整天 那龙师长呢 他还没来 他已答应救人了 怎么没从你一起来 他乘火车到上海去了 说说拿什么文件 然后就来 就怕我急他不急 你怎么不催他一块回来呢 我催了 不过你放心 他说救不住师兄来啊 他拢字照着些 可是他自己不来 就算答应了也没用啊 方大哥 方大哥 你放心 况且我和他有 你和他有什么 没什么 不过我想他能办成的 大叔 方大哥 帅父娘来了 父亲已经和左腾谈妥了 陈真的刑期 可以退后七天 真的 太好了 我怕你们担心 所以跑来告诉一声 不过 只能拖延七天呢 这就很好了 有这几天 龙师长就回来了 是 倒也是 我真该谢谢您了 姐姐 来 当然 我们马上去找陈真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这样也好 老板 你现在立刻到洋行跑一趟 同麦奇先生签一个星期订单的棉纱 就算人家已经签订了棉纱 也不要把货交出去 我们全包下 老板 是不是有多少要多少 是的 我就去 爸爸 媳妇 你们先坐一下 我跟他们谈完就来 那你们两个 立即到张老板那个厂 看看有没有多余的棉纱 叫他们全部让给我们 谢老板 我怕他们不会轻易 让那么多给我们 是啊 你照我的分布去坐吧 就算多出一点价钱 也要把那些货多搞到 那好吧 徐伯 我这次是特地来谢谢您帮助陈真的 别客气 我不过做个顺水人情 你们找到龙师长出面 救陈真 是很难得的 我不过出点力 拖延几天罢了 媳妇 总之多谢您了 别这么说 其实这桩生意 我是赚钱的 我说方姑娘 大家都是自己人 能帮陈真的忙 我们也很高兴 师兄 龙老爷答应救你了 你很快就能出来了 龙老爷肯救我 是啊 他原来不肯帮你 不过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答应了 你放心吧 他已经来北平了 亲戚明天一到 他来也没用了 那不怕 徐姑娘刚才说 徐老爷一跟佐藤说好了 你的刑期往后推七天 是啊 佐藤很滑头啊 不怕那滑头 我看这次佐藤 是有求一徐老爷 我想他不会反悔 而且还有七天时间 你不用担心 我可能随时都会放你的 喂 前进出来 喂 我们正在探奸呢 上头让我带他 走 快走 这 大概是放人吧 别磨蹭了 快 我们跟着走 我们跟着走 走啊 走啊 在这儿等着 可能是要放人吧 金厅长 哎 金厅长 什么时候放人呢 我要去开会去吧 副官啊 你 你来跟他走 我知道了 珍珍 金厅长让我通知你 你的死刑 明天暗期执行 什么 你们有什么权利 被经审讯定人十岁 我 我这都是公办的 我也没办法呀 左船罢团已经答应了徐老爷 请亲要推身七天的 你们讲不讲道理 我这是执行命令 你跟我吵有什么用啊 走吧 走吧 我们要见金厅长 也经常不会见你们的 不会见你们的 走 我们立即要见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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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哎呀 你们这吵 有什么用啊 我也没有办法呀 走 走 我就是要见金厅长 但 不要说 算了 师兄 其实我这条命 七年前就没有了 我能够活到今天 全靠你们大家 光靠我自己 早就没今天了 现在冬决已经长大 我对得起师父在天之灵了 但 以后重臣进舞会 全靠你了 师兄 带你去 走 走 师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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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叔 我们怎么办 找邪二门 走 走 走 左腾 左腾 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徐建长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亲口对我说 陈真七天之内保证没有事情 你说话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算数 现在警备厅已经宣布了 明天枪毙陈真 你都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知道 那你想我保证什么 我真没想到警备厅会这么快给陈真定罪 你亲口答应我的吗 徐建长 我们都是生意人 你说我保证过 有什么合约 我这里可有白笔字的合约 如果到时你交不出货的话 可别怪我不客气 左腾 你 我是有言在先 到时别说我不够朋友 做生意的人 最重要的是想信用 如果陈真的事传出去 你还有什么名誉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如果明天你能把货交给我的话 我就出面救陈真 在一天之内 你叫我去哪找五万棒棉杀给你呢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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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接个电话 大阪茶厂赵老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以后跟你解释 算我求你 好好 那就谢谢你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必须有办法 让他一夜成灰 我必须有机会 你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走 走 走 徐老爺 我要叫徐老爺 你给我 你让开 我有急事 这是不能等 徐老爺 我要找徐老爺 不得见老爺睡觉 让开点 徐老爺 不好了 货 货仓被人烧了 什么 货仓被人家放火烧了 棉杂全部烧完了 老爷 老爷 坐下 徐老爺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棉杂被人烧光了 明天就到期限了 我上哪儿找那么多棉杂还给人家 一定是东洋人干的 是谁干的都没用了 总之没货交给人家 陈真那条命算完了 我现在不但救不了陈真 还得找货还给人家 坐腾这只老狐狸 是这种一箭双雕之计 这种已经出马了 另一箭双雕之计 是什么 写刑 是不是 写刑 没有 我不是 我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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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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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